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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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单刀直入变成了迂回包围的模式 那你自己有想过吗 我实话实说目前真没想过 一是没空想 二是压根就没往那方面想 如果你恋爱的话你会公开吗 如果恋爱的话我会 你会啊 你不觉得这对你事业有影响吗 所以要慎重啊 但是你要说幸福其实 我觉得如果说那个时候 喜爱我的人很多的时候 我反而会觉得说如果公开的话 就是会对那个人会有一点不太好 会有压力 会伤害到他 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不谈恋爱吗 那也有可能 这么单身主义者吗 你看就是 有一些艺人 有一些爱豆 有一些偶像 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到说 非常严格的自我规划 就是不能恋爱 之前有一个很火的那个web上段子说 爱豆谈恋爱要被杀头 但是有一个人如果是超过你规划之外的突然出现了 你就是对他有好改 你现在会谈恋爱吗 哇这种偶像剧的剧情吗 就是 你不是那种一见钟情型的 感觉一个流星插进来 啪 那我是那种类型的 我不是突然遇到一个人 然后我喜欢上他 我就会觉得 是吗 对啊 其实一见钟情 像小时候我们看那种 美国的那种爱情电影 一见钟情就觉得很美好 然后就一眼万年 但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 你理性到这种程度了 至少我没有遇到过 所以我不太相信一见钟情 我要是见到很漂亮的女生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难怪你跟我聊得这么好 哪有 第一次见到文文姐我也好紧张 那是因为我比较凶 你不用安慰我 我能撑得住 其实我还挺难受的 很想向全世界深变说过 其实我没有 还是以前那个小展 你觉得会是因为嫉妒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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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